2月10号 朋友们好 我是江峰 1971年3、4月间 第31届乒乓球世锦赛在日本名鼓舞举行 在比赛之前 国际拼联和日本方面多次邀请中国队参加比赛 当时的国际拼联主席 罗伊·艾文斯的与周恩来联系 表达了 尽管中国紧紧的关上了大门 但是国际上还是欢迎中国回归体育运动的赛场 Dear Mr.周 我们一直记得您说过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为什么不把你们的孩子们派出来跟世界交流呢 周恩来大声的回答 对于国际朋友的友谊 我们一直是重视的 对您的要求 我们也是同样重视的 这艾文斯在周恩来放下电话之后觉得 哎呀 这话说的真温暖 不过他摸了摸脑袋瓜子 也没搞懂 这政治上极度圆滑的周恩来 到底他说了什么 到底是派还是不派球队出来比赛呀 这周恩来其实也真的犯愁 外交虽然归他管 毛泽东要拍板 再说了乒乓球 这个国球哪有人呢 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中国队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比赛了 这中国乒乓球三节 中国乒乓球领路人荣国团 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 主教练江永宁 这三位都是当年响应中共号召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 从香港返回大陆的 因为他们从香港回来被视为有特务嫌疑 遭受了残酷的折磨 毒打 最后都自杀了 不仅国家乒乓球队 中国的体育也走到了绝境上 而且当时的中国的世界上啊 也走到了绝境上 非常孤立 因为他自己直接出兵朝鲜战争 支持越南战争 并在东南亚处处革命 遭到了西方国家全面的贸易制裁和禁运 这投靠的共产主义老大哥苏联 反而在中国边境那边部署大量的兵力 虎视眈眈的进行战争威胁 你说怎么办 毛泽东在国际形势研判上啊 找到了一个全国人民绝对想不到的潜在的盟友 谁呀 中共树立的最大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 毛泽东自己很清楚 他和自己的战友们实际上为了赢得政权 在1949年以前是多么的热烈的赞美美国 他说 我爱美国 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 我爱美国 因为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家里经常成为战争的原因 在这儿呢 却能够有条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就是到了现在呀 朋友们 有几个人相信我刚才说的这是毛泽东带头喊出来的口号呢 现在 从越南战争中走出来的美国 总统尼克松表达了愿意与中国联盟对抗苏联的愿望 毛泽东需要国际空间来盘活中共垂死的政权 他告诉周恩来 把乒乓球队防止去交朋友 可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 有几个能理解 中共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了呢 出去比赛 那可是跟一大群帝国主义跟反革命在打交道啊 周恩来亲自召集国家队开会 给大家这个解除自己的心里面的疑惑 告诉大家 你们要主动出去接触外国的代表队 要动动脑筋 然后呢 给每个球员还准备了一些小纪念品背着 你说这球员脑袋都大了 哎哟 你想啊 咱们自己的大师傅荣国团 咱们两位教头都因为特务嫌疑 刚弄死没多久 现在要我们去接出外国代表队 谁知道咱们一握手回来 会不会又当成特务嫌疑呀 能惹什么祸还都不知道呢 惹不起 有办法 咱们躲得起 队员们心里就默默的念叨 不过那个年头 这上帝和如来佛都被打倒了 所以队员们就默默的念 毛主席保佑 毛主席保佑 不要让我碰到外国人 不要让我碰到外国人 求毛主席保佑 比赛的第一天 打完比赛扭头就走 也不跟对方的这个对手打招呼 这怎么总算就熬到了当天赛事结束了 总算可以坐车回宾馆了吧 哎哟 球员们往座位上一坐 好好的喘了一口气 就在这当劲啊 出事了 大巴突然停下来 原来呀 原来呀 有个其他代表队的球员要搭便车回宾馆 嘶 门开了 车流上了一个小伙子 妈呀 蓝眼珠子 这一扭身 球员的衣服上面写的什么 USA 天呐 上来一个美帝国主义 上来一纸老虎 你说这越怕什么 越来什么 很快这个纸老虎就是坐在了前排 这第一排坐的球员 名字叫做庄泽洞 当时是国家队的主力选手 世界冠军的选手 文革闹得最凶的那两年呢 因为拒绝批诺贺龙 受到了牵连 说他是贺龙的狗 是保皇派 也挨过枕 被进过赛 从体育赛场到宾馆15分钟的车程 走了10分钟 车里面异常安静 大家连呼吸的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突然识破天惊 文雅好学的庄泽洞 开口了 My name is 庄泽洞 What is your name 这美国球员一下子从可怕的尴尬中逃生出来了 高兴的告诉庄泽洞 他叫做科恩 这下子寒暄上了 送掉什么礼物吧 庄泽洞这边 临行前的组织上不已经安排好了吗 应有黄山迎客松的杭州织锦 大方出手 啪 交给科恩了 科恩下车的时候 就拿着杭州织锦 结果这场景就被记者给拍下来了 成为当时的爆炸性新闻 这个拿着织锦的新闻 比当天所有的比赛都吸引人的眼球 当天晚上 乒乓球队和庄泽洞啊 无语 谁也不知道即将来到的命运是什么 第二天 科恩准备了一件印有和平标志 上面写着Let it be的运动衫作为礼物 送给了庄泽洞 两人还拥抱呢 科恩对记者说 他非常想去中国 就这样 中共外交部收到了国家队的报告 说美国队希望中方邀请他们访华 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报告 交给了周恩来 表达了外交部的对这个邀请函的意见 说 美国政府跟蒋介石穿一条裤子 不能请他们过来 周恩来批示 同意请毛主席越市 于是这份报告就转交了毛泽东 毛泽东呢 圈越 啥圈越 就是画个圈 意思就是行 你们就这么去办吧 报告退回外交部 这个时候已经是4月6号了 4月7号这个锦标赛就要结束了 代表队各自回国了 那看来美国队呀就 无缘访华了 眼看一切将归于平淡 突然 历史的转点来到了 当晚毛泽东服用了安眠药 准备睡觉 睡觉前呢 听参考消息 当读到了国外媒体关于 庄泽洞与科恩互赠礼品的报道的时候 毛泽东突然大喊 我的庄爷爷 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 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立即指示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放花 这王海荣身边工作人员都不敢相信 说主席呀 您这都吃了安眠药了 刚才的话算数吗 毛泽东说 算 快办 来不及了 为什么毛泽东是先否定后同意美国代表团访华呢 这中共从夺得政权开始 就与美国为敌 你想 这如今政权安危走到了悬崖边上 不得不再次转投美国 获得执政安全 但是 苏联会不会借此彻底跟原来同一阵营的朋友中国崩裂呢 这中国人民被愚弄了几十年 突然发现敌人成为朋友 能接受吗 党内的这一大群高级干部需要时间去说服吗 庄泽洞的突然出现了 说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就像当年让中共军队出兵朝鲜改名志愿军一样 都是他们自己愿意去打仗的 你拦都拦不住 人民的意愿很容易就被代表了 现在也一样 是中美人民自己愿意交往的 是老百姓要握手 万一不成 庄泽洞当成一小撮坏人打倒就是了 如果成了呢 中共就可以顺势搭上美国这条船 获得政权的安全 打破国际孤立的形式 于是乒乓外交最后成就了中美外交 从此呢 中共摆脱了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 并顺利的在亚非拉这些长期经济援助和革命输出的国家 和 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之下 取代了用民族抗战和鲜血赢得国际地位的中华民国 成为了联合国的代表 小小乒乓球转动了地球 2013年2月10号 历史上的今天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制造者 庄泽栋在北京因病去世了 因为毛泽东一句说 庄爷爷呀 懂外交 懂政治 他呀迅速的成为当年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 官拜中国国家TV主任 当然是好景不长了 74年当的主任 76年文革就结束了 文革结束后呢 因为涉案 四人帮入狱 世界冠军和钢琴家结合的金童玉女的婚姻离散了 庄泽栋回到了少年宫 现在还外放到山西去呢 后来回到北京少年宫 当乒乓球教练 回归了平静 最后呢 是收获了一份来自日本的异国情缘 庄泽栋临终的时候 在国内接受医疗 当时家庭经济困难 媒体曝光后呢 社会上要援助他 但是老人呢 谢绝了外界的最后援助 历史上的今天 庄泽栋与乒乓外交 个人的命运是一颗小狮子 你选择随波逐流 你就会成为更害人的泥石流 你选择不服 哪怕是个笑话 我们就会成为 阻挡洪水的 大山 4回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